好,大家好,我是Ryan 在之前的课程中呢 我们讲解了JQuery的基础知识 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来进入实践课 来用JQuery和Local Storage 浏览器的Local Storage 来编辑一个To-Do List的网页应用 之前我背课呢 可能预计需要三节课 但是我觉得 现在我觉得可能用不了三节课来讲 现在呢 我们就直接来进入今天的课程 首先呢 我们的目的是编写一个这样的To-Do List 它能完成一些最基本的任务 我这边写了 就是基本的添加和删除事件 也就是通过这个添加项目来添加 然后通过这个清空项目 可以清空所有的项目 然后还可以拖动 还可以删除 然后第二个功能呢 第二个第二层面的 再高一点层面的功能 就是存储到Local Storage 就是不但可以添加到UI里面 并且呢 在用户refresh之后呢 依然能记住之前添加过的项目 现在呢 它是不能记住的 咱们大会实现 然后UI就是基本上做成这么简单的样子 因为UI比较容易 大家可以用CSS 或者用Bookstrap来 来style 所以这个我就不给大家在这里说了 我这边呢 给大家显示出来这个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静态的html网页 没有任何JavaScript 我把我的JavaScript全comment掉了 咱们来这看一下这个代码 首先呢 我这边会有三个 四个TaskList class是TaskList LiskLisk的东西 就是这边的四个 第一个项目呢 就是pending项目 带处理 第二个项目呢 就是ID等于Progress 就是正在进行中的一些Task 然后还有一些已完成的Task 就是基本上是一个时间项目的 然后还有这个添加项目 我把它放在最后 因为这边可以写标题内容 可以写截止日期 然后可以写添加项目 点一下添加项目 就会添加到这个代处理里面 然后还可以 之后呢 会支持拖动 可以从代处理添加 拖动到进行中 也可以从代处理添加中到已完成 并且可以拖动到这边删除 就是这边拖动到这三个里面 是其实支持一个 drag and drop的功能 这边添加项目 就是一个简单的form 然后加一个button 从这个 html上面来看呢 这个project还是相当简单的 当添加项目的话的时候呢 就会如果点添加项目 就会默认添加一个小div class是todo task的这样一个div到这边 基本上呢 这个div里面就会只有一个header 一个date 都是简单的一个div 还有一个description 就是内容 就是这里面的内容 也就是这三项内容都会添加到这边 作为一个小div放在这个里面 大家拖动的时候呢 就会把整个这个div拖动到 拖动到这个里面 或者拖动到这个里面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代码 因为呢 初期的一些代码呢 是不需要太多这块的操作的 所以呢 我在这里呢 就给大家预先编写了一些代码 为了节约时间 我现在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我的代码 首先呢 我定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类似于面向对象的JavaScript的 这个编写风格的这个 这个立即执行的函数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可以实现一些 大家如果熟悉C语言 或者Java语言的话呢 会有一些private的参数的 呃 function 还有一些public function 在这个情况呢 我的public function呢 只有这个to-do list 其他的内容呢 全是在这个private里面的 大家可以看 当我呃 执行到呃 系统调用这个app.js file的时候呢 他会呃 运行到这一行 他会看到这个呃 variable的定义 之后呢 是一个function 加在了括号里 也就是他会先执行这个括号里内容 他会先在这个括号里内容呢 定义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是没有任何名字的 但是后面又加了两个小括号 这说明立即执行这个function 立即执行现在这个定义的function 这样呢 就在这个function之内呢 会定义了这个呃 立即执行这个function的时候 在这个function之内呢 第一句话就是定义一些呃 内部的private variable 然后之后呢 我定义一个function 给这个function呢 定义了两个prototype function prototype function 这就是类似于它的静态函数 在定义过两个prototype function之后呢 我return这个本参数本函数 内部的这个函数 my to-do list 这样呢 呃 这个global的my to-do list呢 其实就等于内部的my to-do list了 然后在我这边使用的时候 我把这段commodel的程序添加回来 在我这边使用的时候 把这后面就能填养 在我这边使用的时候呢 my to-do list 小my to-do list 就等于 如果要new一个买 这个大写的my to-do list呢 就会运行这个程序 这一段代码 因为它return的是这个 也就是这个function 其实是这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是个空function 它就会运行一个空function 但是呢 这个my to-do list呢 就是这个my to-do list的这个function的一个实例 这个实例呢 就拥有刚才写的这两个prototype function type function 所以呢 我这边如果调用my to-do 小的my to-do list 调用第一个generate element 也就是产生一个新element 我这边有123 然后code是1 然后title是back to china 然后因为我下个月要回国了 所以也去举这个例子 然后description 这样 然后呢 我们存一下这个 这个代码 这边refresh过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这一条已经被添加进来了 也就是当它运行到代码的这里的时候 它会添加一个item 用调用这个generate item 好 整个这个代码的结构呢 我们看过了 我们再仔细看一下代码的逻辑 代码逻辑呢 那就是刚进入这个类似于这个类里面呢 也就这些private的参赐变量呢 就是一些 其实它是一些厂量 不是变量 呃 我就不给大家仔细介绍了 这些都是后面会用到的 比如说to-do test 是一个class to-do harder 是一个class 然后task data呢 也是一个class 这也是class 这边是id的前缀 对因为我的这个每个test的id呢都是test 呃 这个写横杠 然后它的id id呢 目前我准备使用 因为每一个test都都会有一个都必须有一个unicleid 因为就是大家要经常使用database可能会就就会了解 不然没办法存储 所以我这个id呢 准备用timestamp currenttimestamp 呃 来来代替 所以这样的话是不会重复的 然后to-do form 这是formid 然后是data 然后是这也是dev的一个delete div的这个dev 然后呢 code呢 就是三三类 呃 它有三种可能 一种是在pending里面 一种是在inprogress 还有一种是complete 呃 这就是这些成料 然后呢 我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generate element 也就是产生 一个element的呃 添加一个element的呃 这个function该怎么用 呃 是什么意思 首先呢 它我这个会 这个function呢 会传入一个参数 叫就只有一个参数 这是object 在这个object里面呢 会有一个code 也就是先是知道 它是呃 添加到哪里的 添加到 是我新添加的这个添加到 在处理呢 还是添加进行中呢 还是添加到已完成 然后这个code呢 大家看就是根据当前的code 比如说1234 在这个code里面对应的是哪个ID 就会把它添加到哪个list里面 回到这个html里面 我们就看 这边其实它是ID 然后就它就可以轻松的通过这个123 那找到它的ID 这就是这一步 找到了它parent了 如果找到找不到parent 目前没有parent 说明这个code呢 是不value的 不正确的 然后就return 避免产生一些 呃 不必要的错误 然后 下一步呢 我会 比如这边定义一个wrapper 然后我这边 会定义这个wrapper呢 就是这个to do list的 这个每一个小项目 就是这个小项目的wrapper 就是这个div 我会给他们定义一个wrapper wrapper function该怎么定义呢 就是用 用$符号 后面加它的那个wrapper的那个 空的那个 div的html 也就是说告诉我 这块 给我建立 在内存中建立一个这个div 空div 然后呢 给它分配一些参数 class id data 然后保存在wrapper里面 然后这样呢 到这一步 到第二个呢 我就会在里面呢 再建一个to do header的class class为to do header的东西 这是to do header 然后 它的内部参数呢 就是我添加的这个title 就是从这个paramon传来的title 然后我把它添 把它添append to 之前学过 会把它插入到这个wrapper里面 也就是 把这个div插入 插到了wrapper里面 把第一个div插到了wrapper里面 然后 同样的同理呢 第二个div也会插到wrapper里面 第三个div呢 也会插到wrapper里面 这样呢 这个wrapper呢 里面就会有三个div了 之后呢 我把整个这个wrapper呢 一次性把它插入到这个parent里面 这样呢 我给大家讲过 这样是一个good practice 比较好的使用这块的方法 尽量少的去操作动物 在内存中尽量完成更多的操作 最后一次性插入 插入到这个 browser的这个dom里面 让domdom去render 因为每次 如果每次都要操作dom的话 这样的会就会有四次操作 但这样只有一次操作 这样比较好 再回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历程这边 我是怎么generate这个element 首先我给它传入一个element id是123 这样呢 它的unic独立独特的id呢 就是123 然后给它传一个code是1 所以呢 它会自动知道 把它放到div处理里面 但是呢 我这边要给它放一个2呢 它就会自动放到进行中里面 因为我这边有这个 这个map 这个code 我要把它放到3呢 就会到了已完成里面 然后这样的 然后title 它的title 就是back to China 我加个感叹号的话呢 这边就会多一个感叹号 然后date 就会放到这边 然后description呢 也会放到这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删除该怎么删除 就是my to-do list 第2 刚才这个fun 我把它关掉 第2 刚才这个function remove element remove 第2 remove element 括号 然后传一个object 第一项呢 要传一个 其实它只需要一个id 刚才我们看过这个 这个function的内部逻辑了 那我这边有一个 简单的 实例的这个testid是001 大家看这边 我的id是随便命名的 因为我现在还不是真正的来做这个程序 真正做这个程序 为了表证每一个 即使用户自己新建的testid都会 因为unic都会独独特独一无二 我会用timestamp来取代现在这个简单的随便命名的me 这样呢 我如果 现在我已经他已经自动refresh了 referred掉这个就被自动删除了 为什么会被删除 我是被这一行删除的 我要没有这一行 他就不会被删除 我有这一行呢 他就会被删除 我啊 我还可以 把它也删除掉 就是在 在一你手 他在调用他之后呢 我再调用他把一二三也删除掉 这样屏幕 页面上屏幕上就什么都没有了 好 这就是基本的内部一些function 那我们来一起来完成一下接下来的任务 首先呢 这个截止日期呢 我需要一个datapicker 之前呢 给大家讲过这这块UI的一些element 这个datapicker呢 其实最常用的一个 这块的这个UI的一个widget 所以呢 我们其实没必要自己来编写这个 我们其实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个 input box呢 变成一个这块UI的datapicker 这样可以避免用户打字的烦恼 他们其实可以就是点开以后自己选日期 所以这边datapicker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个在页面上同样 用选择器选中之后传入个datapicker 他就变成一个最最简单最简单的datapicker了 我这边有个iddatapicker 就是这个input 他有个id 我在这边选中他 给他在他上面 调用这个datapicker这个function的话呢 刚才是一个简单的input box 现在呢 他就变成一个这块UI的这个datapicker这个widget 我这边可以选年 选年 然后也可以改变 先就是选月份 然后是选日期 就是2015年2月12号 然后接下来呢 下一步呢 我们会添加一个invend handler 或者在这个添加项目这个button上面 这样呢 当我添加项目的时候呢 我会把这里面的内容呢 用这个generateelement这个function呢 来把它添加进去 好 我们就在这里添加一个 用selector 用selector选中他的id 他的id 他的id是additem 所以我就用selector来选中他的id 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 在我们第一节课就讲过 然后click 然后加个callback function 然后不用传传参数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访问当前用户点击的这个item 他们就用this 这个dollar符号括号this 来访问当前 执行当前这个callback函数的当前元素 也就是这个button 他字节 这个button呢 我可以选seble 我这边刚才刚查了 我不太会拼写这个单词 不好意思 seble 就是要查他的姐妹 节点 首先我要会找到这个标题 这个节点 然后这个这个元素 然后还有内容这个元素 还有日期这个元素 他们我发现他们都没有class 那么我们就都给他添加一个class 方便 我们来用selector来找到他 这个就是addtitle 然后空格 然后我们复制一下 这个就是add discriptions 然后这边就是 add date ok 回到这边 回到这边呢 我们就有class可以用了 这边sable length呢 我就要定义三个变量 title title title呢 它是等于sable length dr add title 然后另一个参数就是 这个descriptions 先把它复制一下 它叫descriptions 这个descriptions呢 就等于 呃 还是 this dr sable length 然后 dr descriptions 用class class 然后最后一项 就是这个date 这个date呢 它有id 它有id 还是用add date add date 等于还是this this dr sable length 然后 dr ok 到此为止呢 我们就有三个参数了 我们就可以来调用这个 这个 这个 my to do list 这个function呢 来把它添到这个代处里的里面 那代处里面 首先code呢 是1 默认放到1 id呢 等会再再再来搞 这边呢 把它放成title 这边把它放成description 哦 这边是description description 这边呢 给它传成date 然后这个id呢 就是 因为这个javascript呢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date.now的function 来得到当前的这个timestamp 这个绝对是唯一的 不可能 很少很少用户会在一毫秒之内 连续操作连续添加两个块的 所以 我就给这个id呢 哦 应该不在一毫之内 它的id呢 应该就是date.now 刚才调试了一下 发现犯了几个错误 首先呢 这边呢 我是刚才是 呃 直接copy过来的 我不该用直接copy过来 因为我该用当前的this 也就是在这个clickhandler之外的this 不能在这个之内的this 这个之内的this 是当前点击的元素 而这个之外的this呢 是 myto do list的这个instance 它就可以可以有这个prototype function 然后这边呢 第二个错误呢 就是这个data now呢 需要加一个string 因为data now 是一个 一个 数字 一个整形变量 所以呢 它需要加一个string呢 让它强制整换成string 这样才能呃 很好的pand到这个taskid这边 然后呢 在这个to do list的这个code里面呢 我们需要把当前 把之前的这三个参数呢 给它清空掉 因为我们已经把它添加到了 我们需要把它呃 变成空的 这三个 呃 input 或者taxarea 所以说它们的value呢 好 这边不需要 value呢 就是空 呃 由于呢 刚才我忘记在这个呃 页面这个htmlmarkup里面 添加这个插的插的呃 删除的键 导致呢 我们现在来把它补上 呃 首先呢我在这个这个sample的里面 加一个这样 简单的class里面是一个大写x 来模拟这个啊 删除键 然后在javascript里面呢 我们每次插入元素的时候呢 都多插入一个这个删除键 这样保证每个都有删除键 我们在css里面对这个删除键 进行了一些简单的呃 style 呃 给它了一些简单的style 然后呢 我们回到我们的代码呢 这样我们就该添加这个click handle了 呃 呃大家注意到这里呢 我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添加clickhandler 跟之前的方式不一样 为什么呢 这里呢 我有两个原因 原因 首先呢一个是我前一节 和给大家讲的 这块是goodpractice里面 就是这块的最佳是最佳呃 就编程方法里面 就是一些还有一些注意事项里面写的就是 如果要页面上有一些元素很多的话 有一些element很多的话 比如像这个带处理的每个这边 可能会有上百个这边也可能会有很多 这样的话就不建议添加很多的handler 不建议用用这个selector选择到每一个item 然后添加selector 添加那个element handler给它 呃 因为呢这样会会给页面上添加很多的element handler 而且呢第二个原因 为什么选择新的方式来加呢 就是呃因为呢 我如果在初期这个initialize的时候呢 给他添加了那个element handler 给页面上所有的这个item都添加了element handler 但是如果我先添加一个项目的话 那个那个新项目是没有element handler的 我还得给他再补添加 这样就比较烦 所以呢我这里使用了一种方法 就是我在body上面加一个click 但是呢我在这个click之上呢 加一个filter 就加一个过滤器 就是只有是class remove 那个的class是remove的东西 我才那个调用这个callback函数 这样的话呢我把这个存一下 这边呢我如果点它的呢 哇呢这边就可以看到remove 我还可以更加精细一点的话 因为remove可能会遇到的比较多 我会需要一旦只要遇到这个to do list 下面的remove的话 我再调用这个这个function 这样就比较安全了 那我们需要在这个callback函数 这个回调函数之中呢 调用这个function 呃大家刚才讲过这个function呢 只需要一个id 所以呢我们在想办法在此 这个这个console.log的这个这个时候呢 获得id 所以呢这时候呢 我就在这边加一个breed pointer 我让大家看看我是怎么获得这个id的 呃当我点击到它的话呢 我这边就会有 呃 this 就是当前元素 就是当前元素 当前元素呢 它需要走到它的parent 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element的话呢 就是这个remove button的 叫parent 就会有这个id 所以呢 我就点parent 导入它的parent 然后用它的圆 对 attribute 这个function 我之前在dome那一节 在这一节讲过 它的id 这样我就获得它的id了 好 这里呢我现在又运行了一遍 呃这次就是真的id了 这个面是个timestamp 是那个当前时间 呃但是呢这里呢 其实这个id是不足以满足我的 我想获得的是最后这串数字 所以这里呢我会使用这个 我会知道这个前缀的长度是5 所以呢我可以用一个substrain的方式 呃substrain的方式来获得它后面这串数字 也就是这一个 所以呢它真正的id呢就是等于它呢 呃真正的id呢就是等于它后面的substrain 等于它后面的substrain.taskid.length 下面呢我只需要调用这个underscore 也就是跟刚才一样 呃不能用这个click 这个callback函数里面的this 我需要调用underscorethis 点remove event handler 然后传入一个object 只有一个id 然后当前id 然后这个我已经把这个consolebug删掉了 所以呢现在我要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hellowordword 然后随便选一个日期 然后我点添加项目 然后我点删除项目 好的这一节课呢我们就讲完了第一个小内容 就是基本的添加删除事件 下一节课呢我们会讲local storage 如果时间够呢我们会把拖 拖页也一起讲讲掉 好谢谢大家下期再见